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雷家博士的 寻根之旅渊远流长的民族民间歌曲的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是雷家读博士三年来的一个汇报 彭教授对他的这个学生一直教导他要虚心地向民间学习 两只脚要踏在祖国的大地上 雷家的老师从浩如烟海的中国的民族民间歌曲当中 为他选择了十五首歌曲 这十五首歌曲包含了十四个省份和地区 以及六个不同的民族 要用不同的语言 要找到不同的地区的风韵气韵和韵味 这对一个歌手来讲 那个难度真是太大了 那么至于这十五首不同的歌曲的韵味 到底有多么倦怨 到底有多么精彩 而雷家表现的又是如何呢 现在我们就有请雷家博士和今天的指挥夏小汤 雷家博士 那么既然是雄根之旅 当然要从他的家乡开始 我们先听这个湘妹子 这个曾经在湖南艺术学校 学画舞系出身的雷家 如何演绎他自己家乡的歌曲 喜蔡新 奥南艺术学校 学乡的海态上 学校 学校 4月1号 看看 没有 写呀 旇 分 小妹子 小花 小花心啊 才行啊 定个一刹甘子 一剑八九分 定个一刹甘子 好吃有情啊 一刹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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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个一刹甘子 有情啊 那一刹甘子 一刹甘子 一刹甘子 有带梦境 还有瓜子 和如法有生啊 一刹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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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刘子 定的一个调子 就是沙龙式的业绘 什么叫沙龙式的 一个是规模 也叫小 不追求大的规模 另外就应该轻松一点 另外加进了学术性 同时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的乐队啊 虽然不大 但是却是精心设计 前面的这一排 是西方古典音乐里 大家都熟悉的室内乐 弦乐重奏 我们雷家的这个 用年轻的作曲家所组成的 这个配器编曲的小组 费了很多的心思 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 西方的古典的弦乐重奏 来渲染 来打底色 而用我们的民族乐器 我们有特色的民族乐器 勾勒 点彩 甚至点睛 那么下面第二首唱的是 云南的 耳源的 琴歌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 本游泳 伸手摘下鲁尾爹 摘得鲁尾画着朵 想着阿哥 阿姨哟 阿姨哟 早上随我不少想你 你也有晚上随我想得多 早上晚上热量是 你也有晚上随我想 天上星星数得起 天上星星数得起 天上星星有就去 这花可当日阿姨哟 天上有树北斗星阿姨 天上有树北斗星阿姨 天上星星 北斗星阿哥哥 练着我的小阿姨 天上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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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星星星 南星星星 天上星星星星 天上星星星星星 天上星星星星 �� Summer 我个人认为在全世界的阳南区里 这首歌是旋律最美的 叶儿鸣风儿鸡 树叶儿折窗鸣啊 曲曲儿交张张 好比那清香儿生啊 轻声儿轻点儿动听 摇篮起白冬啊 娘的宝宝闭上眼睛 睡了那个睡在梦中 好比那好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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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着那东方红啊 小宝宝快张的 最祖国里打工啊 起上那个月儿 跨上那个星 宇宙人飞行啊 小宝宝宝宝 量力宝宝 力下大志 去盘那个可雪高峰 宝石中香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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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特别欣赏这首摇篮曲 用的男声 因为哄孩子不光是妈妈的事 爸爸也得参与 这个下面呢 我们从湖南到云南 到东北 现在我们到闽南 下面雷家演唱一首 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 闽南的童谣 叫丢都童 很多人把这首歌啊 说成叫做宜兰调 就是台湾的宜兰 其实这首歌 是闽南的一个童谣 丢丢童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古老的儿童的游戏啊 丢童钱啊 你打我的童钱 我打你的童版 这是一个游戏 这是台湾现在的 这些童谣们 他们的祖先 从闽南地区带过去的 但是在宜兰呢 有很多不同的歌词 下面就请听 雷家演绎这首 闽南童谣 丢都童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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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回家 放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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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放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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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等一多阿萌一多 丢安阿綁康来 綁康人最多 丢丢十丢 到哪一多阿萌一多 丢临一多地来 回家等一多阿萌一多 丢安阿綁康来 绁典一多佢一多 丢丢 到哪一多阿萌一多 丢丢一多地来 我们中国的民歌的丰富 真是因为我们56个民族 而且如此广大的国土 产生了不同地域的 不同风格的民歌 那么雷家的老师啊 非常重视向民间学习 向民间采风 在2004年的时候呢 彭教授出了一本专辑 就叫做《渊源流畅》 里面有一首 是从云南狄庆藏族自治州的 普通的老百姓藏民们 所唱的三个歌当中 彭教授和一个青年音乐人 叫做徐磊合作 就改编了这样一首 《天来之音》 是云南狄庆藏族山歌改变的 叫做《美人》 下面就请听雷家的演艺《美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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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搭辘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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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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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